你干什么呢? 他就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格丽塔 因某些原因他需要逃离之前的生活 为了能重新开始 他愿意受雇于西加尔夫妇 在这里工作一周的报酬 比他之前工作一个月的都要多 随后走进别墅的格丽塔 不任心裁葬地毯 他决定将鞋子放在门口 他只穿着袜子 在别墅里走来走去 这时一个帅气的男人出现在他面前 这个男人叫马尔科姆 他是城镇商店的老板 他每一周都会给别墅供给生活物资 在聊天时 格丽塔询问马尔科姆 西加尔夫妇一家人的情况如何 马尔科姆犹豫片刻后表示 西加尔夫妇非常的慷慨大方 但他们的儿子布拉姆斯比较特殊 话还没说完 西加尔太太就出现在格丽塔面前 他希望格丽塔穿上鞋子 体面的去见自己的丈夫 但当太太带着格丽塔来到门口时 格丽塔发现自己的鞋子不见了 太太看到后 紧忙表示 或许是自己的儿子布拉姆斯干的 他让格丽塔不要在意 再换一双鞋子 然后他和格丽塔一起找到了西加尔先生 此时的西加尔先生 正在跟一个坐在椅子上的人说话 格丽塔觉得椅子上的人 就是自己这段时间需要照顾的布拉姆斯 果不其然在先生自我介绍完后 他就对格丽塔介绍了他们的儿子布拉姆斯 这时格丽塔终于看清了椅子上那个人的长相 但那不是人类 那是一个优雅精致的陶瓷娃娃 格丽塔立即当场大笑 他以为这是西加尔夫妇的英史幽默 但先生竟不悦地看着他 格丽塔这才明白 他要照顾的东西真的是一个雌娃娃 随后太太开始为格丽塔介绍他的工作内容 每天要准时叫布拉姆斯起床 还要穿衣服 读书 甚至要把食物摆在他面前 音乐也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布拉姆斯最喜欢的就是音乐 介绍完别墅里的工作 先生开始为他介绍别墅外的工作 每天要定点清理别墅附近的补暑 布拉姆斯不喜欢这些 能钻进墙壁里的东西 介绍完后他告诉格丽塔 自己希望他能理解一件事 那就是自己的儿子还在别墅里 他是真实存在的 格丽塔听完连忙点头 但是他的心里可不这样想 不久后西加尔夫妇关上房门 询问布拉姆斯的意见 然后他们打开房门告诉格丽塔 布拉姆斯很喜欢年轻漂亮的他 如果他愿意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清晨时刻 西加尔夫妇准备出发去度假 他们不在的这段时间 格丽塔要按照约定待在别墅里 好好照顾布拉姆斯 西加尔先生还递给格丽塔一张表格 表格上是格丽塔需要遵守的规则 他希望格丽塔好好遵守规则 只有这样格拉姆斯才不会生气 他还告诉格丽塔 马尔科姆每星期都会来别墅一趟 如果他需要什么东西 可以打电话告诉马尔科姆 他的薪水也在马尔科姆那里 随后西加尔夫妇亲吻了此娃娃 这时西加尔先生严肃地表示 格丽塔要对布拉姆斯好 这样布拉姆斯就会对他好 如果他对布拉姆斯不好 那么就会有一些问题发生 你走前西加尔太太突然拥抱了格丽塔 并在他耳边轻轻说道 我很抱歉 说完便和丈夫转身离去 只留下别墅里抱着雌娃娃 一脸疑惑的格丽塔 叶莫来临 格丽塔开始放飞自我 反正没有人约束他 他干脆把雌娃娃放在门口的椅子上 不管不顾 他还将一个毯子盖在雌娃娃身上 目的就是为了眼不见心不烦 由于别墅过于偏远 没有网络 所以格丽塔只能用杂志打发时间 他吃下一个三明治 喝了一杯红酒后 就在椅子上看着杂志睡着了 等到他醒来走进走廊时 他看到雌娃娃身上的毛毯 被丢在地上 他有点害怕 于是他将雌娃娃 扔进了布拉姆斯的房间 当晚格丽塔做起噩梦 他梦到自己走到了别墅的肖像画前 肖像画里的布拉姆斯 竟伸出手掐住他的脖子 一鸣时刻 格丽塔来到雌娃娃房间查看情况 在看到雌娃娃安然无恙地 待在之前的位置后 他才放下心来 走出房间时 他看到天花板上有一个暗门 貌似是阁楼的入口 他拿着一旁的木钩 去勾动暗门上的吊环 但暗门纹丝未动 折磨到了 马尔科姆按照约定来到别墅 运送生活物资 他还将一周的酬劳底给格丽塔 格丽塔收下后询问他 关于布拉姆斯的故事 马尔科姆将格丽塔 带到一个墓碑前 他告诉格丽塔 这个坟墓就是布拉姆斯的 八岁生日时 布拉姆斯在别墅的大火中去世 那场事故非常凄惨 而此娃娃就是西夏尔夫妇 缅怀孩子的方式 如果布拉姆斯活到现在 那他应该和自己的岁数一样大 马尔科姆还表示 西夏尔夫妇每隔一年换一次保姆 这个传统已经持续了20年 说完他邀请格丽塔 前往夜晚的城镇游玩 格丽塔急忙答应 他可不想一直待在别墅里 夜幕来临 格丽塔翻出一件红裙和一个项链 他要打扮一下才出发 可就在格丽塔洗完澡后 果真预见了他 发现红裙和项链全都不见了 不仅如此 格丽塔入口的梯子已经打开 他以为是马尔科姆的玩笑 于是他静止爬上格楼 漆黑的格楼一片寂静 只有透过天窗的月光 才能让格丽塔勉强看见前方的东西 就在他走进格楼的那一刻 入口竟自动关闭 无论他如何摆弄 入口都无法打开 突然格丽塔通过窗户 看到了楼下等待的马尔科姆 但由于格楼叫圆 马尔科姆没有听到格丽塔的呼喊声 而格丽塔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马尔科姆开撤离杆子弟 就在他沮丧地回头时 他看到黑暗中 竟出现一个高暖的身影 静刻间格丽塔被身影打倒在地 黎明时刻 醒来的格丽塔 在格楼找到了一张相册 相册里是西夏儿一家的照片 这时他看到了 昨晚的那个身影 其实是一个穿着衣服的衣架 他觉得或许那只是自己的幻觉 更重要的是 格楼的入口被打开了 下楼后 格丽塔发现 自己房间的行李 全部被倒在地上 为了安全起见 他把马尔科姆喊过来 马尔科姆查看了别墅的每一个角落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他觉得也许是格丽塔昨晚梦游了 所以才会这样 夜晚 马尔科姆和格丽塔 在别墅一起打着台球 在聊天时 马尔科姆告诉格丽塔 自己曾经在送货时 听到西夏儿先生抱怨过 他说布拉姆斯是一个古怪的孩子 等到马尔科姆走后 格丽塔便睡觉了 深夜 格丽塔梦见此娃娃 突然扭头望向自己 他被惊醒后 发现已经是早上 而房门外 竟然是自己当初不见的鞋子 等到他来到此娃娃的房间 他惊恐地看到 原先躺在床上的此娃娃 现在正坐在床上望着自己 旁边摆放着一张表格 那是西夏儿先生 之前递给自己的规则表 格丽塔被吓得急忙跑回房间 紧锁房门 这时他身边的电话响起 电话里传来一个男孩的声音 那个男孩想要跟格丽塔一起玩 他还质问格丽塔 为什么不遵守规则 格丽塔被吓得立即挂断电话 突然房门外传来异象 通过房门下方的缝隙 格丽塔看见一个东西 出现在房门前 紧接着门外再次响起 男孩的声音 男孩表示自己会听话的 自己只想和他一起玩 等到声音消失后 格丽塔颤颤巍巍地推开房门 他惊讶地看到 门口有一个餐盘 餐盘里竟是自己 平常最喜欢吃的三明治 他觉得这是布拉姆斯 在对自己示好 他稳定心神走到刺娃娃旁边 现在的他已经开始相信 布拉姆斯就在刺娃娃体内 于是他开始按照之前 西夏儿太太的要求 好好照顾刺娃娃 与此同时 西夏儿夫妇处处于某些原因 已经写好遗书 他们两个手拉手 一起走进海里 他们要共同赴死 另一边 格丽塔正式开始 照顾刺娃娃的起居 叫她起床 为她换衣服 给她读书 甚至睡觉时亲吻她 她已经逐渐习惯这些生活 等到马尔科姆再次来到别墅后 她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她将一大信件放到桌子上 其中就有着西夏儿夫妇的遗书 但格丽塔并没有看到 她在忙着照顾此娃娃 就连马尔科姆的约会邀请 她都拒绝了 她告诉马尔科姆 此娃娃就是布拉姆斯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 她将此娃娃放到房间的地板上 她用粉笔在地板上画好标记 然后她把马尔科姆带到另一个房间 她要用此娃娃的移动来证明 布拉姆斯真的存在 等到准备完毕 她用力敲几下墙壁 她大声请求布拉姆斯帮帮自己 自己需要马尔科姆看到她的存在 花音刚落 戈壁房间传来动静 动静结束后 格丽塔带着马尔科姆立即赶过去 只见地板上标记着此娃娃的粉笔圈 空无一物 而此娃娃则出现在房门后 马尔科姆也被这件事吓到 她逐渐相信了布拉姆斯真的存在 随后她和格丽塔来到花园散步 在花园散步时 格丽塔告诉她 其实自己照顾布拉姆斯 完全是因为 她让自己想到了肚子里曾经的孩子 自己在一年前怀孕 前男友是一个暴力的人 他不顾肚子里的孩子继续殴打自己 结果就是孩子不幸去世 而自己为了躲避他 才会离开美国 这也是自己来英国的理由 深夜格丽塔将刺娃娃放在床上 然后她回到房间 准备和马尔科姆云语一番 他们两个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已经互有好感 突然别墅里传来音乐声 两个人急忙寻声赶去 是唱片机的声音 而唱片机旁边 椅子上坐着的正是刺娃娃 随后格丽塔将刺娃娃放到房间 她和马尔科姆已经兴之全无 正当两个人来到厨房喝咖啡时 马尔科姆提出 让格丽塔今晚不要待在别墅 她有点担心那个刺娃娃 但格丽塔觉得布拉姆斯不会伤害自己 马尔科姆见状 只能告诉她一件事情 以前在布拉姆斯活着的时候 总是有一个金发女孩找她玩耍 直到她生日那天 金发女孩出事了 警方在树林里找到她的尸体 尸体骨头被砸碎了 警方想要询问布拉姆斯 但等他们赶到别墅时 别墅已经燃起熊熊大火 西夏尔夫妇侥幸逃生 布拉姆斯却葬身活害 那个凶手警方到现在都没有找到 马尔科姆认为 布拉姆斯或许真的存在 但她的性格绝对有问题 等到马尔科姆走后 格里塔来到阁楼翻看相册 她在相册里找到了金发女孩 和布拉姆斯的合影 这让她不得不去思考 马尔科姆说过的话 不久后 当格里塔抱着刺娃娃 散完步回到别墅时 她看到别墅里出现了一个长发男 她很害怕 因为长发男正是她的前男友 长发男是来带格里塔回家的 她已经买好了明天的机票 格里塔只能假装答应 这时马尔科姆也来到别墅 她本想赶走长发男 但为了格里塔的安全 她选择暂时忍让 深夜 长发男在客厅睡觉 马尔科姆在别墅外的汽车里睡觉 而格里塔抱着刺娃娃 在房间里睡觉 她恳求布拉姆斯帮帮自己 自己真的不想离开别墅 不久后 长发男感觉头上有水珠地下 随后格里塔便听到 客厅里传来吵闹声 她赶到客厅后 看到墙壁上 用鲜血写着滚开二字 长发男的行李上 则全是死老鼠 长发男很生气 大声责骂格里塔 为什么这样对待自己 椅子上的刺娃娃默不作声 长发男看到后更加生气 她竟抢走了格里塔怀里的刺娃娃 马尔科姆听到争吵声后 急忙冲进别墅 场面瞬间陷入一片混乱 但随着格里塔的喷球声 暴怒着长发男 将刺娃娃砸在椅子上 刺娃娃瞬间破碎 就在下一刻 枪壁里传来异象 长发男疑惑地将头 贴近墙上的镜子 异象就是在这里停止的 尽可见 一个巨大的力量打破了镜子 长发男也因此被击倒在地 这时其他人才看到 镜子后面 竟有一个巨大的缺口 紧接着缺口里伸出一只手 一个高大威猛 带着瓷娃娃面具的男人 走出缺口 马尔科姆看到他后 不由自主地叫着 布拉姆斯的名字 突然布拉姆斯冲向倒地的长发男 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长发男就被他当场杀死 马尔科姆和格里塔 趁机转身逃进缺口 他们惊奇地发现 别墅墙壁里的通道四通八达 他们沿着通道来到地下室 地下室貌似是 布拉姆斯生活的地方 格里塔在这里 找到了自己的衣服和项链 他还找到了西夏尔夫妇写的遗书 遗书上写道 那个女孩是你的了 布拉姆斯 他会好好照顾你 原来大伙没有烧死布拉姆斯 西夏尔夫妇把他救下来 并一直在照顾他 随后格里塔在 马尔科姆的掩护下逃出别墅 但马尔科姆却被布拉姆斯抓走了 为了他的安全 格里塔决定返回别墅 他在门口的抽屉里偷偷拿了一把螺丝刀 紧接着 他主动找到布拉姆斯 他呵斥布拉姆斯赶快去睡觉 布拉姆斯果断照做 害怕孤单的他 愿意听从格里塔的吩咐 又在格里塔奉上晚安稳时 他拿起螺丝刀 捅进布拉姆斯体内 布拉姆斯立即全身掐住他的脖子 但格里塔在挣扎时抓住螺丝刀 再次捅上了布拉姆斯 布拉姆斯就此倒在地上 他的瓷哇哇面具在搏斗中破裂 露出了一张被烧上的脸庞 不久后 格里塔搀扶着马尔科姆 爬上汽车驶向远方 他不由自主地露出一丝微笑 他依靠着布拉姆斯的力量 成功解决了前男友 现在他可以迈向新的生活 与此同时 孤独的布拉姆斯在地下室 重新将瓷哇哇修好 他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他只知道要继续生活在别墅里 因为这是他唯一的容身之地 整部电影是一个悲伤绝望的故事 布拉姆斯的内心充满扭曲和痛苦 他如同阴影般生活在别墅的内部 只有父母知道他的存在 那个瓷哇哇就是他的心理寄托 是他心中幻想的自己 一个优雅体面的男孩 而不是墙壁里的怪物 西向尔夫妇的溺爱 造就了现在的布拉姆斯 如果当初他早点接受心理治疗 那或许他就不会如此孤独 好了 我是不喜剧阿布 我们下期再见